各位朋友网友们好 欢迎来到看世界频道 今天是美国时间 2022年6月6号周一 美国股市又开始了 有分析师认为 特斯拉股票仍然是 最值得关注和投资的 股票之一 虽然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 联合创始人 埃隆·马斯克在给员工的 一封电子邮件提出 是时候勒紧腰带 准备迎接艰难的旅程了 但是在其他生产商相比 特斯拉在应对全球供应链中断 和亚洲疫情方面做得更好 特斯拉最近一个季度的 全球销售创下纪录 马斯克还预测今年晚些时候 增长将大幅提高 在这里和各位回顾一下 特斯拉第一季度的财报 特斯拉第一季度营业收入为 187.56亿美元 将去年一季度同比成长了 81%高于分析师预期的 179.2亿美元 为连续第五季度 营收超100亿美元大关 连续第三季度营收超 创单季历史新高 其中 汽车业务收入达到了 168.6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87% 汽车毛利率远升到 32.9% 特斯拉报告其 主要部门的毛利润为 55.4亿美元 尽管信贷赚本极度汽车收入的 6.79亿美元 特斯拉一直以来都是热门股 有很多投资机构 仍然看好特斯拉 前两周资产有500亿美元的 木头截基金 Kathy Wood 已在抄底特斯拉 2020年5月23号 买入特斯拉 15858股股股票 价值约1070万美元 第二天5月24号 又买进了26081股 特斯拉股票 市值约为1637万美元 看来特斯拉股票 前进应该不错 值得投资者关注 好了 这次就和各位朋友 网友们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